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 資深藝人孫悅因為擔任反菸大使 健檢時因為發現肺腺癌 就算當時已經戒菸20年 還是不敵病魔 在2018年過世 演藝圈中許多知名藝人 鳳飛飛 文英阿姨 都因為不敵肺癌離世 罹患過肺癌的名人也不在少數 包括行政院長陳建仁 廣達電腦創辦人林百里 和資深媒體人陳文健 都曾因為肺癌所苦 空氣污染是一個因素 國文的年紀越來越大 就是說存活的時間越來越久 然後肺部的病變的機率就提高了 台灣是個小島 然後是高度的開發 空氣污染來講的話 它就不容易散出去 台灣每年超過9000人死於肺癌 除了吸菸是影響最大的危險因子 台灣空品差髒污PM2.5 也成了一大主因 大火快炒油煙瀰漫空氣中 有數據統計 女性肺癌人數增加最多 而且有9成並沒有抽菸習慣 過去有人認為是因為長期吸入 廚房油煙 但醫師認為原因還有代理心 很多他們是不足分的 所以來講的話 他們並不是說因為廚房油煙等等 女性來講她本身的 對自己的身體就比較敏感 會不會因為是他們求診的醫院比較高 所以他們被發現的比例就比較高 常見的7大症狀除了持續咳嗽外 如果咳血、呼吸急促、胸痛、聲音沙啞 關節痛以及食慾不振 都有可能是警示徵兆 一時呼籲定期健檢才能留意身體狀況 敬盛黃捷黃參謀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淨好新聞